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位龙王TN铺大招轰四人真的太无敌了 在珍妮正在T1的第四场中 26分钟珍妮拿下大龙后超位看到安娜过来了 于是草里埋伏 等安娜到位后立马Q技能开喷 配合Kennia团狼秒杀了安娜 杀完安娜又开W飞到T1四个人脸上 一个TN铺大招直接毁天灭地 T1四个人全被留住 然后King的老葵盯上宙斯 把宙斯带过墙后超位一口喷死 然后Kennia也减速了Faker Faker自知走不掉 闪现推大招估计是想和姑妈的大招配合 但是姑妈没来得及切刀放大 然后被一技能圈入就走不掉了 最终T1五人倒地 真进大获全胜 5v3 Faker gets slowed up 这一刻沙皇闪现大招预判闪现把佩子当嚕了推 在T1那战真进的第二场中 29分钟别看T1经济领先 但是就是打不开局面 因为有超位龙王在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李格沙皇肆意寻找机会 EQ过来一个闪现大招 直接预判了交闪的佩子 凯瑞大招跟上佩子先行倒地 不过凯瑞大招吸四个也和Kim秒了攻八 完事这包团打完 菲克又指挥队友前来Rush大龙 大家看左下角菲克的嘴巴拉巴拉在那指挥 这就是老将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抓机会的能力真的太丰富了 我说是在这个中心里的 贝克让他进行 让他进行 让他进行 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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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侍 他进行 摩擦的 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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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 还在进行 Fake沙皇绝技戳五人 四杀落袋 为T1续命 在T1断战真剑的第一场中 41分钟 真剑趁着T1少人 果断开动远古龙 T1四个人想来守 结果蓝博一个大 泰坦一个大 姑妈瞬间被融化 二呢也没走几步就倒地了 随后就当真剑所有人冲Fake之时 Fake一个大招直接推了三个 然后操控杀兵一顿戳 就直接把真剑四个人给戳死了 为T1续了一大口命 这波里格绝技下的四杀 太震撼了 King的奎桑提连续两次单杀宙斯 获得手冠的同时 还夺得了FMAP 在真剑战战T1的第五场中 这场比赛King的发挥真是猛啊 分别在6分钟和16分钟 连续单杀了宙斯两次 这俩单杀一拿 这局直接游龙了 而且这场比赛打完 King不仅拿下了职业生涯的手冠 还获得了FMAP 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 超尉飞机各种飞后排开团打的T1毫无还手之力 在真正战战T1的决胜局中 这第五场超尉的飞机有多恐怖 35分钟闪现炸药包进后排开团 41分钟又是自己飞进去打向了团战 真进能够躲坏 超尉绝对是最大的功臣 玩得太出色了 娜辞机禁卖家折岛 不让你们二台 玩耳机非常的尉 击死了 绝世人游戏Crescent Guard 我现在就会撑离这首歌 尽管制作的总裁 阶线下 personnage是进行的 pray! 扫援他们的有限 这会对我们的 GENG会被3-2 跟他们赢得黄色的鹃 基本都会对我们的 节目的最后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戴某点个赞 关个路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